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给蚂蚁建造这么奢华的生态钢的博主了 前两天好多粉丝问我怎么给蚂蚁做窝 今天呢就用我两年做蚂蚁窝的拙略经验给大家分享下 这次咱们就来点不一样的 给蚂蚁建造一个立体生态钢 看咱们这龙门架搭的多么的艺术 骨架部分完工后就开始绿化了 至于这些绿纸怎么放嘛 主打一个剑缝插针 为了营造大自然的感觉 地面就随机撒上点小石块树皮和碎屑 然后把上面拍平 最后再选一个合适的灯光 一个基础版的昆虫生态钢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放昆虫了 首先登场的是碧居猪 其次登场的是蝎子 不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蝎子见到碧居猪之后竟然被吓得灰溜溜的逃走了 刚刚不算 重新来 顺便让螳螂队长前来进见 好家伙 这螳螂队长似乎对蝎子很感兴趣 直接展开了攻击形态 蝎子也不甘示弱的挥前反击 见此阵仗的螳螂碧气锋芒 可碧居猪就没这么好运了 只见他被蝎子逼着角落 蝎子硕大且坚然的钳子 直接限制了碧居的移动 蝎子锋利的为此叙事待发 碧居也在努力用液压一般的巨摇疯狂 肯咬奈何蝎子的铠甲 实在太过兼顾根本无法破甲 为了更好地记录蝎子的动态 我特地换了新手机给大家拍摄 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的 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 平板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现场打钱 我那台苹果十四还卖了三千多 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 特别方便 要我说趁着旧手机还值钱 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 我的天朋友们 第一次看见蝎子尾厕的使用频率这么高 短短几秒 碧居就遭受了成钝的伤害 蝎子简直是一个物理加法术伤害的外挂呀 不过号称沙漠脚肉居的碧居猪也真的能扛 遭受了如此进攻 竟然还能头不晕眼不花地继续和蝎子一较高低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蝎子的毒素好像终于起了作用 碧居猪已经逐渐陷入昏迷了 好吧 螳螂队长是不会喊暂停的 我喊吧 卡 好家伙 这蝎子似乎还意犹未尽 竟然隔着盒子还想去找碧居猪一较高低 大家帮我想想 究竟什么昆虫能治得住蝎子 这家伙太嚣张了 看给螳螂队长吓得都不敢下来了